直到听见杨阳的这句话 大家才纷纷庆幸 他终于走出了综艺阴影 他们说杨阳哥去了华尔玉上 三年五在一年 2021年 杨阳时隔五年终于破格接受综艺邀约 当贾玲在节目上问几元一时 他真诚地说道 因为你们在吗 因为我们在 杨阳发言时 目光索急便是贾玲 因为在遇见贾玲之前 杨阳的综艺体验可谓是一塌糊涂 先是在完成毒气挑战时 好心送出手中防护面罩 却因无人相助 落得个呼吸不上 终身可解 又在旅游综艺中 滞留在异国他乡的街头 直到天黑的无人接影 我现在又怕我要走的话 姐姐们派车过来接我 我又不在这 这也让杨阳换上了心理阴影 多年不再参加综艺 直到遇见了贾玲 她才知道真人秀 也可以这么温暖 在节目录制期间休息时 杨阳便抱起手机 很少与他人互动 对此也引来一众网友吐槽 说得不合逐而 只会沉迷玩手机 而贾玲却在节目中主动承清此事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他也发手机 其实后来我们一看 他就说他其实在一点点 就是给他拍菜 说给他妈发 什么的 因为常年在外面工作 因为他从小就被送去军校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摸索前行 年少成名后 杨阳与父母更是聚少了一顿 这一直是他心中的一道卡 贾玲在得知此事后 便经常会把杨阳搞笑的视频 发给杨父杨母 渐渐缓和了杨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杨阳对此十分感激贾玲 看向她的眼神里都带有了光亮 随着节目的录制 杨阳逐渐改变了沉默寡言的态度 还成为了节目的搞笑担当 经常活跃气氛 与贾玲在一起 好像亲姐弟一般 会起游戏时 会主动与她手牵手 吃饭时 也会照顾着灵姐的喜好 自己动快前 先给她加了一大块东北技价 女大学生的自信 在女老板资本面前 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这位女大学生琪琪和几位成功女性 一起参加恋宗 可相处三天后 她却成了唯一一个美人选的女嘉宾 当时初次见面的琪琪胡不开朗 日信漫画刘海 和行李箱上的红色猪猪 让她的装扮稍显置气 这样让男嘉宾很快就猜出了她学生的身份 而与琪琪不同的是 一号女在科技公司的公关部门任职 二号女原先是拔杀艺术的策划部经理 现在自己创业当老板 三号女则是某位时的主持人 她们个个都是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 每一位都身着名牌 这样对比下来 琪琪就显得暗淡了许多 可这样的打击还没结束 到了护送礼物环节 有人送出价值六千的更笔 有人送出两千的金木 唯有琪琪 她准备的则是一个红色玩偶 就这样几番操作下来 到了晚上互相写信的环节 琪琪不出意外的 没有收到任何一个男嘉宾的信件 可此时的她却并未感觉到诱和不妥 直到三天后 所有女生都或多或少的 收到了男生的好感性 可她的信箱却是什么都没有 更让她崩溃的是 金木族采用的是透明信箱 这无疑于将她没人选这件事 公之于众啊 我以为会是那种 就是封闭的小物 然后你只能看自己的 而且男生在三楼 女生在二楼 女生能看到 男生更能看到 我觉得还蛮 有点小打击 到后来录制短短三年时间 琪琪就从刚开始 元气满满的少女 变成了一个话少内敛的人 如果不是霸总最后出于同情 才给出了一封鼓励信 琪琪是否还会一直 这么自我怀疑下去呢 如果不是张宇坚的告知 朱正廷可能至今还谋在鼓里 在2020年的某党综艺上 张宇坚学问朱正廷 是否会隐约参加快本的录制 可没想到 此问题一出 他才发现朱正廷压根不知道此事 听把明白了一切的朱正廷只好沉默不语 但如果不是张宇坚的话 一直消息之后的朱正廷是不是会被公司推掉 快本这个众人增强的项目不呢 要知道当时的快本陪陪陪了一代人成长 也是很多艺人宣传作品的必上平台 可公司却对朱正廷有意野满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资本打压呢 而在尝试过众多不公平的待遇后 朱正廷开始主动为毕业人称赞 在一档选修类综艺里 训练生张宇格和宋欣然 在导师面试时没有成功入选 经组得知后 便试着询问导师张宇坚的意见 看他是否愿意收下两人 毕竟节目的规定是 每组要求有六个成员 可张宇坚即使自身成员不够 也不愿加上他们 朱正廷在得知此事后 便主动要求两人来到自己队伍 因为同为选秀出身的他 明白舞台对选手的可贵 但他却没有一股休 而是试着询问同主人的意见 在争得大家的同意后 朱正廷选择用面诗的方式 让两人禁锁 以便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 我跟他们谈 因为如果我现在要了他们 我就是在可怜他们 我觉得那样的话 我对于他们太不尊重了 对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而朱正廷的这一举动 也赢得了不少的好评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十分温暖的一面 我说明天会 我们下车的陪伍 我们下车的陪伍 我们下车的陪伍